現在講在野豬林裡面,洞超舌霸那兩個傢伙綁著林聰,要害死他,舌霸舉起一條水火滾,對正林聰的頭殼就劈下去,哎呀,說時遲就那時快。 洞超舌霸,洞超舌霸,只聽見在松樹後面,好像行淚那樣喊一聲,跟著一條鐵蟹象飛出來,將那條水火滾一架,啪聲打得去九霄雲外那麼遠,只見一個又肥又大的和尚跳出來大喊,說:「我在樹林裡面聽著你們好久了。」 那兩個警察看下那個和尚,只見他穿著一件黑布和尚袍,掛著一把戒刀,沒氣之蟹象兇神惡勢要打過來。 林聰剛剛抹開眼睛看下,認得這個是盧志森,就連忙喊著他說:「聲啊,不要動手,我有說話說。」 志森聽見,這樣才收入閃掌,那兩個警察,已經嚇得傻了,動都不會動。 林聰說:「不關他們倆的事,都是高泰衛叫陸如侯吩咐他們要害我一條命,那麼他們倆怎麼說不聽呢?你如果打死他們倆,也是冤枉的。」 老志森就用那把戒刀割斷了那些繩子,扶起林聰,他說:「兄弟,自從你賣刀那天,我跟你分別之後,我都不知道多麼憂心你。」 你吃了官司,我又沒定去救你,後來,談聽到說要將你衝過去倉州,我去到開封府前面又找不到你。 聽人說,說你運到侍臣房來,又見酒保來請兩個警察,說酒店裏面有個官人請他們去,有說話說,我就疑心了,放心不下你。 我怕那些傢伙在路上要害你,所以我特意跟著你們,見到這兩個傢伙帶你進客店,我也住在那裡,晚上,聽見那兩個傢伙在那裡弄鬼作怪,用滾水來弄傷你的腳,當時我就想殺了這兩個傢伙,只見到客店裡頭人多,怕被人救了,所以就沒動了,我見到這兩個傢伙不懷好意,就越發擔心你了。 你不敢出門口的時候,我就走來這座樹林裡面,等著來殺這兩個傢伙,他們真的來這裡害你,等我去殺了這兩個傢伙就對了。 既然師兄救了我,那你就不要殺他們了。 嗯,喂,你兩個傢伙聽著啊,如果我不是看著兄弟的面子,就要將你兩個剁成一塊獎? 現在給我面子給我的兄弟,不殺你們兩個了。 自心插好那把戒刀,又對那兩個傢伙說,你這兩個傢伙,快扶著我兄弟,跟著我來。 說完,拿著一支蟬伙就走先,這個時候那兩個傢伙還哪敢說什麼啊? 只有一名說,救頭啊,好心救啊我們兩個啊,好心救啊我們兩個啊。 快快脆脆背起的包裹,拿著水火滾,扶著林聰,又幫他拿著包裹,一起跟著自心走出了樹林。 走了三四里路,見到前面村口有一間小小的酒店,四個人就進去坐落,叫酒店買六七斤肉,打兩角酒來喝,另外要麵粉做點餅來吃。 我酒店一邊弄東西,一邊就倒走來了。 那兩個警察就問老智深,請問師傅在哪間寺裡面住前啊? 呵呵! 你兩個傻公問我住旨做什麼啊? 莫非想去叫高球搞些什麼來整給我是不是? 哼! 人家怕他,我是不怕他的。 我如果遇到他,我要他喊三百蟹像之酒。 兩個警察不敢再開口了。 吃完東西,收拾了行李,找了錢就離開酒店。 林聰問,師兄,你現在去哪兒啊? 開口又說,殺人須敬血,救人須敬! 我放心你不下,我要一直送兄弟你去到滄州。 那兩個警察一聽,我心就想,閉嘴了,這人。 那不是搞我了我們那個禍? 回去的時候怎麼回覆好呢? 沒法子呢? 只有跟著他一起走呢? 這書有詩為證。 《罪恨奸謀欺百日,獨此義氣薄黃金,調搖不為千情路,辛苦為全一片深》。 這首詩就是稱老智心的野豬林救林聰。 從此之後呢,一路上,老智心說要走就走,要欺欺欺欺欺欺,哪個敢不相信他? 好就罵,不好就打。 那兩個警察大聲點說話都不敢了,事關最怕和尚發火的。 走了兩站,租了一輛車,叫林聰坐車,三個就跟著車走,兩個警察懷著鬼胎,都想保住自己的命,就小心翼翼的白衣白順。 老子心一路買酒買肉來保養林聰,那兩個警察也有份食,遇到嚇點,早早就休息,硬硬硬起行,透火煮飯這些東西就不用問了,當然是那兩個警察做的,誰敢說不聽話,他們兩個在暗中商量。 喂,我們被這個和尚的臉都殺的了,將來回去,高太尉一定不肯過我們的。 涉包一下,對了,我聽說大上國子的菜園,新來一個和尚叫老智心,我想,一定是他。 我們回到去就照實說,說我們要在野豬林整死林聰的了,誰知道被你的和尚救了,一路護送他去到滄州,所以沒辦法下手。 最多給他十兩金而已,不然等陸謙自己去找這個和尚,我跟你,只要洗得乾乾淨淨淨就好了。 你看,啊,這麼說是啊,那兩個人暗暗商量妥當,這些就不說他了。 自從被智心寸步不離地監視著之後,走了十七八日,離開滄州就只有七十多里左右的路程。 由這兒一路去,沿路都有人家,再沒有什麼僻靜險惡的地方。 老智心探聽得確實之後,這一日走到一座松林休息的時候,就跟林聰說了。 兄弟,這兒離開滄州沒多遠了,前面一路都有人家,再沒有什麼僻靜的地方,我已經探聽清楚了。 現在,我要和你分手了,將來我們再相見了。 師兄回到去,請給外父聽,防護之恩,我不死一定後報。 老智心又拿出十幾二十兩銀給林聰,又給了二三兩兩個警察,他說, 你兩個水公,本應就砍了你兩個頭,看著兄弟的臉上,留下你兩個的命,現在沒多遠路了,不要再起壞心了。 怎麼敢啊,怎麼敢啊,這些都是太為警犬了。 收到的銀,大家要分手了。 老智心看著那兩個警察,說,喂,你兩個壞公的頭殼,有沒有這棵松樹那麼硬啊? 小人的頭殼,不過是父母的皮肉,包住骨頭而已,哪有棵松樹那麼硬啊? 智心舉起一枝銜掌,對著松樹直打了一下,咖啡聲,那棵樹就齊齊齊斷了。 你們看,你兩個壞公,如果還居心不良,我就叫你和你破事一樣。 智心擺一擺手,拖著銜掌說一聲,兄弟保重啊! 這樣就走了。 董超舌大見到,嚇到山出條泥,半天都縮不回口。 林聰說,兩位,我們都起行了。 那兩個警察說,哇,那個和尚真的這麼厲害,一下子就打穿了一棵樹。 林聰說,這樣算了什麼? 上國只有一棵楊樹,他連根將它拔起。 那兩個人,一刻尾那麼領頭,現在才知道沒錯就是他了。 林聰他們離開了松林,一直走到下午,看到在官道旁邊有一間酒店就走進去了。 林聰讓兩個警察在上手坐,即是讓他們坐大位。 那兩個人坐了很久才慢慢自然回來。 當然了,因為這十幾二十天,被魯智深自到復了,很久沒這麼坐過。 這間酒店裏面有不少座位,好幾個酒保走來走去,搬東搬西,望到沉沉沉沉。 知林聰和兩個警察進來坐了半個市場,一個酒保都沒有過來問一聲。 林聰等得不耐煩,各各地敲著桌子說:「你這個店主人真是會欺負人客。 見我是個犯人,就不理我是嗎? 我不是白色你的。 你是什麼意思?」 店主人就過來說:「你不知道,這些是我的好意。 酒肉都不賣給我,有什麼好意?」 你不知道,我們這條村裏面有個大財主,姓柴明准。 你說稱呼他做柴大官人,江湖上都叫他做小旋風。 他是大洲柴世宗的子孫,自從陳橋揚衛之後,太早武德皇帝,就賜了誓書鐵券給他,放在家裡來。 你說誰敢欺負他呢? 這位柴大官人,轉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,到時都養著三二十個在家裡。 他視障督呼我們酒店說:「如果有劉沛來的犯人,就叫他來我家莊雪,我會資助他的。」 你說,我現在賣了酒肉給你,你又吃到臉紅紅,他見了就以為你自己有錢,就不幫你的了。 你說,我不賣東西給你,是不是好意呢? 臨聰聽了,就跟那兩個警察說:「我在東京做教頭的時候,時時都聽見軍隊裡的人說起柴大官人的名字,原來就在這裡,我們不如去投奔他。」 東朝洩在那裡想:「既然是這樣,我們有什麼吃虧的?」 於是就跟臨聰說:「好啊,去吧。」 臨聰又問過店主人說:「主人家,柴大官人的莊在哪裡來的?我們正想找他。」 就在前面而已,若我走三兩里路,有一道大石橋,在橋邊轉彎那間大莊園就是了。 臨聰他們多謝店主,帶齊包裹行李,出了酒店去找柴大莊園了。 走兩三里路,果然看到一座大石橋,過了橋,是一條平平坦坦的大路,前面在柳蔭之中就是那間莊園了。 這間莊園的四周圍有一條河,岸邊縱滿了垂陽大樹。 三個人走到莊園,三個人走到莊園,見到有四五個莊客,坐在闊坦橋上透露。 他們走到橋邊,就對莊園走了,臨聰說:「雙凡大哥去報給大官人知道,京師有個犯人姓林的,送他來倉州路城,專誠求見。」 那幫莊園說:「哈哈,你真是沒福份了,如果大官人在家裡,就有酒食錢財送給你了。 知今早大官人去了打獵了。」 不知何時回來呢? 這樣就說不定了,怕你去了東莊休息,何時回來就很難跟你說了。 唉,那我真是沒福份,見不到大官人。 我們走吧。 辭別那幫莊客,三個人走回舊路走,臨聰的心就很悲悶。 大概走了半里路左右,只見在前面樹林有一幫人馬,向著莊園這邊飛奔而來。 沒多久,這幫人就來到臨聰他們面前,在這幫人的中間,有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卷無馬。 這個官人,生得龍眉鳳目,豪齒豬筍,三樓染口胡蘇,三十四五歲以上年紀了。 他頭戴一頂烏沙鑽角束花根,伸穿一領紫秀屯胸繡花袍,攔著一條玲瓏嵌補玉腰帶,腳穿一對金鮮抹綠黑朝蝦。 大一將功,插一胡蘇,殺分應盡。 臨聰見到他就想,難道他就是柴大官人? 但又不敢問,只見騎著馬那位官人,中馬上前問臨聰說, 這位大家的是什麼人? 臨聰慌忙攻身回答,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,姓林榮聰,為人得罪了高太衛,被他借了以打發開封府,判了罪,次配來創州。 在前面間酒店,聽見人說,這裏有一個招言納時的好漢,柴大官人,因此轉成來投奔他,怎知道懸坑覆博,見他不到。 那個官人聽了,馬上落馬,飛快走上來說,柴進又失遠形。 講完,在草地上就拜,臨聰連王搭禮,那個官人拖著臨聰的手,一起走回莊園。 那幫莊客見到主人回來,就大開莊門迎接。 柴進請臨聰一直來到大廳,兩個重新見過禮,柴進就說, 小可九民教頭大名,想不到今日教頭光臨閉莊,真是大衛平生渴養之緣。 微戰臨聰,問得大人貴名,傳播海語,哪個不敬重? 沒想到今日,因為犯了罪留配到創州,能夠和大人見面,真是畢生有幸。 好了,開桌埋位喝酒,柴進再三謙讓,請臨聰坐一客席。 董超蝕霸也在一邊坐落。 柴進就叫莊客拿走來。 沒多久,只見幾個莊客托了一碟肉,一碟餅,一壺酒出來。 另外還托了一斗白米,上面放著十罐錢。 柴進一見到就說,這鄉下人不知高低。 教頭來到這麼輕慢都可以嗎? 快點拿進去,你先拿果盒走來,然後把羊來款待,快點去拍。 臨聰站起來多謝說,大官人,不必賞賜這麼多,就是這樣已經十分足夠了。 不要這麼說,難得教頭來到這裏,怎麼能夠輕慢呢? 那些莊客很快就捧了果盒走出來,柴進站起來敬了臨聰三杯。 喝完之後,柴進說:「教頭,請進去裏面坐下。」 柴進解低身上掛著的宮袋戰壺,請臨聰進去後堂,也請兩個警察一起去喝酒。 柴進坐在主席,臨聰坐在客席,兩個警察坐在臨聰的下手邊。 柴進和臨聰談談閒聊天,又談談江湖上的事情,不知不覺已經紅日西沉,到了黃昏時候。 賢席已經準備好,那些果品海味又擺滿了整桌。 柴進親自舉杯,敬了三杯酒。 他坐下說:「拿湯來,剛剛喝了一道湯,幾杯酒,有個莊客就來報道,教師來了。」 :「啊,對了,對了,一齊請教師來坐下,匯一下面也好,你們快點拜多一張桌來。」 臨聰起來看看,只見那個教師來了。 他頂頭巾,帶得歪歪歪歪歪,現空突吐地走進來後堂。 臨聰這樣,那些莊客稱呼他做教師,必定是大觀人的師父了。 於是就急急攻身走過禮,說:「臨聰更差。」 怎知那個人採都不採臨聰,亦不還禮。 臨聰站著不敢抬頭。 柴進指著臨聰對這位紅教頭說:「來相見一下,這位就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,臨武師臨聰。」 臨聰聽了,對著紅教頭就拜。 那個紅教頭說:「不用拜了,起來吧。」 他自己亦無功身搭禮。 柴進見到他這樣,心裡很不喜歡。 臨聰拜了兩拜,起來請紅教頭坐。 紅教頭說:「沒些客氣,不乾都沒聲,就在上手大位坐落。」 柴進見了,又不高興。 臨聰只有在紅教頭下手坐。 紅教頭問柴進說:「大官人,今天為甚麼用禁口禮來款待陪軍?」 :「這位不跟別人,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,師父為甚麼這麼輕慢?」 :「大官人,家因你喜歡學武藝,往往那些劉沛軍人都走來攀附你。 個個都說自己是槍棒教師,來這裡哄酒吃錢米。 大官人,你當他是真的。」 臨聰聽了,不出聲。 柴進就說:「人不可貌相,師父,不要小看他。」 紅教頭給柴進說這句,不要小看他,當堂敬恩。 一下子跳起來說:「我就不信他。」 他敢跟我打一棍,我就說他真教頭來。 柴進嘻嘻大笑起來說:「那麼好,那麼好。」 林浩斯,你依下如何呢? 小人不敢。 紅教頭的心想:「這事實是無料。」 心都欺負了,所以就越發要留林聰來較量。 柴進一來是想看一看林聰的本領, 二來確是想林聰贏了紅教頭,塞住他的嘴。 所以柴進就說:「那就喝酒先,等月出才說。」 又喝了六七杯酒,這個時候個月出來,照到聽堂裡面好像日頭那麼光猛。 柴進站起來說:「兩位教頭,教良一棍。」 林聰有林聰的想法,他的心想:「這個紅教頭實是柴大官人的師父來。」 你說:「給我一棍打低,就好不好看的了。」 柴進見林聰那麼囂張,就說:「這位紅教頭也來了這處不久,這處又沒有對手。 林牧師不要推遲了,小可只想要看兩位教頭的本領。」 柴進講這番話,意思就講到白了。 即是說:「林聰,你不用不好意思,有本事就洗出來了。」 林聰看到柴進這樣說,就放心吧。 紅教頭早就忍不住了,他站起來說:「來,來,來,給你打一棍看看。」 大家都想看熱鬧的嘛,一幫人咳咳咳湧出一間廳後面的空地處。 莊客就拿了一扇棍棒來放在地上,紅教頭脫了一件衣服,摘好了,拿一條棍放了個姿勢,喝一聲說:「來,來,來,來。」 柴進說:「林牧師,請教梁一棍。」 大官人,不要笑哦,林聰也拿了一條棍,說:「師父,請教啦。」 紅教頭見到,恨不得一口就吞了林聰。 林聰拿著這條棍,好像連根拔樹,毒蛇吐信一聲就打過去。 紅教頭將那條棍就地邊一下,就來搏林聰呢? 兩個教頭,就在月光之下交手,打了四五個回合,林聰啪聲跳了圈外,叫一聲說:「暫停。」 柴進說:「教頭為什麼不拿本事出來?」 小人,輸了。 咦? 都沒見兩位教長,為什麼說輸了呢? 小人,多了一面家,因此就算輸。 哎呀,是小可一時想不到,哈哈哈哈,這個容易,人來。 什麼事啊?大官人,拿十兩銀來,是。 轉眼,十兩銀拿到來。 柴進對那兩個押送的警察說:「小可斗膽,相聞兩位通融一下,暫時把林教頭那面家開了他, 明天,如果盧城軍營裡頭有什麼事,都包在小可的身上。 這裏有十兩銀送給兩位。 董超攝霸看見柴進,氣喻喧昂,就不敢不聽他說,而且又鬥他十兩銀,落得做個人情,也不怕林聰會走了。 攝霸就說:「行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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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。 將林聰那面護身家開了,柴進好興。 好,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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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ко給兩位教師,再來試棋。 洪教頭見林聰鮮後的棍法也沒有什麼事情。 嚇著他,拿去一支棍又想打過來。」 柴俊說:「米子。」 他叫莊客拿了一個銀頂出來,二五兩重的,他說:「兩位教頭今晚比棍好難得,這個銀頂就用來做彩金,哪位贏了就拿它去。」 柴俊一心想臨衝拿出真本事來,就故意把銀頂丟在地上。 紅教頭都不知多憎臨衝來,又想爭這個大銀頂,又怕輸了銳氣,拿著軍,用心擺好姿勢,叫做把火燒天勢。 臨衝想:「柴大官人的心一味想我贏他。」 好,於是打橫握著軍,擺了個姿勢叫做撥草沉蛇細。 紅教頭喝了一聲,來來來,冒起這條棍就劈過來。臨衝向後一腿,紅教頭趕進一步,舉起份又一棍掩過來。 臨衝看見她的腳部已經亂了,就將棍在地上一跳,紅教頭躁措拾不及,就在那一跳裡面,伸一轉,那條棍一聲掃過去,打正紅教頭的腳的行喘,當當整個滾低,連棍都扔了。 柴進真是高興,立刻叫人拿酒來敬給臨衝,圍著看熱鬧,那些人大笑著上來。 紅教頭掙扎起來,那些莊客一邊笑,一邊扶著紅教頭。 紅教頭滿臉收纏了這堂,咳咳咳咳咳,被那些莊客扶著,就出了去莊外面。 柴進拖著臨衝著手,再進去後堂喝酒,叫人拿採金來送給教師,臨衝不肯收,只推來推都推不掉,就只要多一聲收起來了。 柴進是留臨衝在莊樹,住了幾日,每日都是好酒好食來款待,又住了六七日,那兩個警察吹著要走。 柴進就擺酒和臨衝送行,又寫了兩封信,吩咐臨衝說:「倉州大運和我好好的,盧城的管營和差博,也和我有好深的交情。 教頭拿著這兩封信去,他們必定會好好照顧教頭你的。」 講完,又叫人碰出一頂二十五兩大銀送給臨衝,又拿五兩銀送給兩個警察。 當晚,喝了一整晚酒。 翌日天亮,吃完早飯,由莊客擔住三個人的行李,臨衝依然帶回那面家,辭別柴進就要起程了。 柴進一直送出莊門,他說:「過幾日,小可就會使人送天冷衣服給教頭你的。」 多謝,多謝,真是怎麼來報答大官人你好呢? 臨衝多謝個柴進,就和兩個警察一齊去倉州。